平時人滿為患的殖民醫院 如今門客羅雀 因為近期南韓一百家醫院中 有八千八百一十六名住院醫師 提出辭辰 其中七千八百一十三人 已經不到醫院上班 患者來了也沒人治 但南韓約一萬三千多名的住院醫師 有百分之九十五 都在這一百家醫院內上班 集體離職勢必導致 全國醫療量能嚴重短缺 造成南韓醫療界大震盪的起因 是南韓政府本月拍板 為了解決醫師不足 二零二五年度起 醫學院每年將增收兩千名學生 引發現任醫師不滿 認為會降低醫學院學生素質 集體辭職抗疫 但最大受害者 正是一個個等待治療的患者 由遠道而來治療的腦梗塞患者 在治療前一天突然接到醫院電話 要求必須一大早來報道 但由於行動不便 加上路程遙遠 患者晚一小時才抵達 結果才被拒收 只能延後半個月治療 另一名血癌患者 原本每一週就要化療一次 但下次治療只能約到三週後 還有要進行脊椎手術的患者 前一天被取消 上百名憤怒患者 活大向政府投訴 逼得衛福部緊急下達復工命令 連醫學院學生也不上課 以示抗疫 更有七千多名學生因此休學 儘管在政府和醫療界 多次協商下 但在擴招學生上 雙方誓死不讓步 這波醫療大缺功 將擴散到何時 仍是位置數 三新聞 邀環川報導